当下看到玻璃吓死了 这么坚韧的一块玻璃吃到嘴巴里面 舌头只要再碰一下 整个就是 我想真的就是流血了 民众满心期待用餐 却上演吃到玻璃的惊魂剂 地点就在这浪漫玻璃花房的 韬客推荐餐厅 坐落在昔日孙丽媛将军的官邸 如今官邸列为台北市定古迹 历头陆军连一厅 以道地的江军菜结合特色台菜闻名 前总统马英九还曾大推 那儿的葱油饼很好吃 后来餐厅该以政府ROT标案 为外经营 咀嚼三下 突然发现嘴巴里面有异物感 把这口菜完全吐出来 一看不得了了 这是一块玻璃 用餐民众还原 21号中午跟家人共减诊 点了包含炒青菜 豆干肉丝烘蛋 五谷香油鸡等七道菜 当全部的菜刚上齐 一吃炒菠菜犬发现玻璃 如果今天是老人 今天是小孩 他不经意的整口吞下去 哇 那个今天送医院那怎么办呢 民众没有受伤 也强调目的并不是索赔 只想理清治安问题 对此卫生局人员前往机场 我们感到万能的抱歉 那除了说当场就是 我们当然免除所有的服务的费用以外 我们事后如果他需要合理的赔偿 我们也愿意负担 清洗的过程 是不是有出现有些环节 没有做到位 陈储名单火速出炉包含 厨房 洗菜 炒菜 督导等人员之外 还有副主厨 经理 副总等主管连带处奔 共7人寄过 并且免除当月的绩效奖金 卫生局指出 包含抽油烟剂不干净等厨房 有四项缺食限期改善 否则最重可罚2亿元 毕竟重大食安案件屡屡发生 必须要追除剥离到底从哪来 东森新闻张仲华 黄子凤在台北报导